哈喽,欢迎收听Ria的后台干话 1P2来到第二集啦 今天是2022年的8月14号 现在是晚上的8点22分 没错,我们等下10点呢 就准时把这一集上架给大家听了 虽然应该也不会有多少人在10点的时候听 因为10点的这个时间点其实点阅率是最低的 但我真的没有在care点阅率 我就单纯想把我的心情放在平台上面 让大家可以参考 让大家可以打发时间 我的宗旨就是这样 好啦,那上一集呢 跟大家分享了 好像分享蛮多事情了 上礼拜跟大家分享了什么 我想一下,我想一下 欸,我最近真的是很容易 就是上一秒还想着的事情 马上这一秒就会忘记 上礼拜跟大家分享了 分享了什么 跌倒,然后志工还有我的工作 我的新工作嘛 那上礼拜跌倒呢 大家就是有朋友听完我的podcast之后 他觉得,欸,我跌倒那一个part 我有放一首歌叫做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 他觉得,他建议我说我其实可以放完美落地 就是有一个happy ending的感觉 欸,其实我觉得还不错欸 就是我,虽然我在上一个礼拜的 在录跌倒这个part的当下 我完完全全没有想到完美落地这首歌 我还要去k-pop上面找 但是,他建议我这样 我真的觉得,嗯,感谢你 我必须在这边好好的 好好的感谢你一下 竟然推荐了我这首歌曲 好好好 好好好 嗯,今天要聊什么呢 哦,然后上礼拜呢 大家听了我的podcast嘛 应该说就是有很多朋友 就是有收听我的podcast 然后,欸,大家评价意外的好欸 就是跟以往的比 因为我以往做的就是介绍歌曲嘛 然后在k-box上面可以听到我推荐的歌曲 在其他平台就没办法 然后,还有做韩国文化嘛 做了一季 和,嗯,听起来就是和我的朋友 一起做了一季 然后,大家听完我上一集的节目呢 发现,自然了 自,自然了很多 就是,比较生活化一点 比较听得下去 以前的节目有这么听不下去吗 但是,那其实我心里是蛮开心的 因为这一季的节目 也不是一季 我也没有要做什么12集以上还怎样 反正就是做多少就算多少 但是,嗯,这一系列的干话日常 干话,后台干话呢 其实我没有任何的包袱 我就是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当然不会攻击别人啊 就是我自己的日常啊 然后干了什么事情跟大家分享 还是怎么样 所以大家听起来说真的自然很多 而且那个听的,听的长度会比较长耶 其实我蛮开心的 虽然我也没有在care任何人 有没有收听这回事 我就是放我自己爽的 不行,我们不能这么 这么否定自己 谢谢大家的收听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收听 好好好 今天不讲那么多干话 我们今天来聊一点 比较,比较 personal的事情好了 比较个人的事情好了 就是呢,嗯,我在YouTube 来聊一下为什么这个Podcast的节目 叫做,叫做,叫做 呃,等一下我放到我的YouTube了 我放到我的YouTube影片了 好,我的这一集Podcast 这一集Podcast的节目叫做 Ria的后台干话 为什么要有后台这两个字呢 其实很多人在节目上面的设计 不会提到后台这两个字 但我想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会取名这个 这个,这个名称好了 这个标题 因为呢,后台这个字对我来说 因为我从大学 大学,高中大学的时候 其实我是比较常常站在 呃,人群前面说话 或者是人群前面做一些事情 就是需要 呃,比如说当主持人啊 或者是当 呃,什么活动的总招 或者是一些 哩哩哩哩怪怪的活动 然后我就要当一个leader的角色 所以那个我就会想象成说 哦,当这些角色的时候 我在人群前 我站在荧光幕前 我站在舞台上 然后展示 展,展示 展示我的可能能力 或者是技能给大家看 但是呢,我会取名为后台 是因为我希望在我的自媒体上面 或者是现在你收听的Podcast上面 可以比较看到我私人的一面 就是他就是 诶,舞台上和后台是一个对比 所以你在后台这个日常 在后台这个频道里面 其实不太会看到我太 冠冕弹簧 呃,这四个字怎么发音不好 冠冕弹簧 的样子 比较不会有形象 比较不会有包袱 是真的真心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我才取名为后台 以前是 以前是写英文啊 叫Offstage,但发现点音率有点低 所以我就改名为后台 但 但所以这就是我想要表达给大家 就是,诶,其实我是一个 我在我的频道上面 是呈现我最真实的一面 所以我在这一季节目 才会把它取名为 Ria的后台干话 那当然了 在我的YouTube频道上面呢 我也是一律取名为 只要我的Vlog 我前面就会标题写说 我的后台日常 那呢,我的后台日常呢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YouTube频道 我YouTube频道也是非常佛系啦 现在也没有几个人订阅 诶,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一下哦 虽然里面真的就是 最近比较红的一支片是 台中一日游要去哪里玩 就是我生日的时候 呃,跟朋友去了 呃,去了哪里?台中玩 然后就拍了一个Vlog 然后发现,诶,最近很多人很喜欢这部片哦 是不是大家都不知道台中要去哪里玩 诶,我喝了茶明载波 严雅伦开的店 我真的好推荐哦 就是我真的好喜欢那杯饮料 我现在还在想 因为它没有在台北开 它只有在台中开 然后它的那个饮料 其实它喝起来真的 真的很像港式饮茶 但它又有 不是港式饮茶 港式奶茶 然后它喝起来真的有一个那个韵味 但是它又跟港式奶茶不一样 就是会让你想 哦,那个味道真的好容易记住哦 好想在吃那个珍珠 但我近期是不太可能去台中 因为开始上班了 还没有年假可以休 对不对 最近比较高点阅率的就是台中一日游 去哪里玩 Anyway,这不太重要 那大家呢 我的后台日常的宗旨 在40集之前 我现在的YouTube总影片数量是80只 就是莫名其妙就拍了80只 有长有短 然后有音频的频道 有音频的影片之类的 然后我的宗旨呢 就是拒绝过多的剪辑 在40集之前 绝不超过5分钟 超费的日常就在这里 但是呢 40集之后呢 我发现我的稿微情形越来越多了 自己说起来都不好意思 所以我就默默呢 在40集之后 把我的资讯栏放的宗旨 默默的改掉 就是拒绝过多的剪辑 绝不超过5分钟 但是近期发现有越来越稿微的趋势 所以决定从41集 改绝对不超过10分钟 就是因为话太多了 好啦好啦 跟大家分享吧 就是一个 如果大家有兴趣要追踪我的YouTube的话 欢迎可以搜寻 搜寻什么呢 搜寻这位小姐 Rhea R-H-E-A R-H-E-A Rhea 诶 大家知道我的Rhea 这英文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其实这英文名字不太常见 我必须这么说吧 应该不太常听到这个名字吧 应该不太是像那种水果名 或者是什么 其他的 像以前小时候英文班老师 取的英文名字一样常见吧 对不对 这个名字呢 是我真的很刻意取的 这个名字 它原本的来历呢 它的 它是一个 好像是希腊故事 还是希腊神话 我忘记哪一个故事 哪一个神话 里面的一个女神的名字 诶 但我不是女神 我就是单纯觉得 这个名字不好 不容易撞 我就取了 而且又很好听 什么什么呀 什么什么呀 R-H-E-A 那个H是不发音的 所以是Rhea R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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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多念几次 让大家可以知道这个发音 好 这个话题结束 我们来休息一下好了 休息一下 我们来放一首歌曲 然后休息一下 诶 歌曲的话 在Carebox的Podcast上面可以听到 如果你不是会员也没关系 你会员的话你也可以 它也会让你听个三四 三 四 四十秒 四十这个发音真的很难 你知道 上周我有时候 我开始上配音班之后 就开始认真的 想要注重我的角质 就是你知道 有时候还是会有点不粉 所以请大家多多见谅啦 好 那我们来放一首 我最近这一个礼拜 很常听的一首歌 叫做 温妮的 她不知道 我不知道 诶 我每次都一直忘记这个歌名 她不知道 我知不知 她 不知道 等一下 我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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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她知不知道 诶 诶 诶 对不起 温妮 我感觉很搞 我跟她很熟一样 她 等一下 我直接查温妮的歌 不行 我一定要讲对这个名字 诶 有有有有 温妮的歌 等一下 我一定要讲对这个名字 我不知道你 知不知道 我知不知道你 再念一次 我知 我 我不知道你 知不知道 我不知 我不知道你 知不知道 我知不知道你 好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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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e 马上你听这首歌 ok 休息一下 诶 不好意思啊 刚刚太激动了 不小心有几个音 大包音 一直想不到温妮的歌名 怎么讲 太复杂了 但是又很有趣 让大家的耳朵受损了 不好意思啊 是这样讲吗 日文的道歉 是这样讲吗 因为我对韩文比较熟 所以对日文 会有点没有自信 嗯 希望是这样讲 好好好 马上来 接着 这一段节目 想跟大家 延续上周 志工话题 你知道 就是上周 就是 要跟大家分享 志工姐姐 告诉我的 事情嘛 就是 没有时间 跟大家分享 这周 我就觉得 应该要把它 做一个 志工这个话题 做一个ending 我才甘心 你知道吗 就是 在我心里 记忆很久 我觉得应该 快点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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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我就 我就会 心里有一片 有一片水 在那边搁着 嗯 好 马上来跟大家分享 志工这个话题 因为在当志工的时候呢 有很多姐姐们嘛 然后姐姐们呢 都是比我年长的 就是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 然后在家里可能 呃 比较 比较有空闲 然后比较有时间 然后又想要 嗯 多多充实自己的生活吧 然后就会来加入 志工这个行列 那我在实习的时候呢 因为前三个月要实习 后面才会回到 呃 就可以加入正式的志工 如果审核通过的话 然后姐姐姐们就有 跟我分享了很多事情 就是我在我这个年纪 我不知道的事情 其实蛮有趣的 因为 其实我从来都不会想到说 我在 因为我现在是二十几岁嘛 然后 我都不会想到 我六十五岁的退休生活 想要怎么过 或者是 我在六十五岁退休的时候 可以享有政府什么福利 那一天 三个小时的时间 他就 把他 可以跟我分享 几乎都分享给我了 那我现在就是 把他转换一下 分享给你们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蛮有趣的 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 好好的 畅所预言一下 好 马上来分享一下 呃 他有跟我讲 因为我一直很好奇 敬老卡这个东西 因为 在 搭公车的时候 很会看到很多年长者嘛 拿着敬老卡 蓝色的悠悠卡 然后就嗶嗶 然后我就看到上面 扣几点 诶 我想说扣几点是 他们怎么 怎么处置这个点数的 就是 我知道 我知道我们这个年纪 还不能领到 敬老卡啦 就是我们还是 拿 拿钱嘛 去加值悠悠卡 然后有 学生的啊 有 学生绿色嘛 一般是彩色的嘛 还有 呃 八块钱 那个儿童的 优待票 不一定是儿童 反正就是橘色的优待票 然后他们就是 除钱 然后扣钱嘛 但是看到那个蓝色的敬老卡 我就看到 诶 扣几点 扣几点 每次大家都扣几点 我想说诶 这个扣几点 这个点数是怎么处置的 我那天就是很认真的问他说 诶 这个敬老卡到底是怎么样一个 一个制度 诶 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敬老卡呢 他每 他那个 那个姐姐跟我说 他每一个月 政府会给他们 480点 点哦 就是政府会自动 自动汇进来这个 敬老卡里面 480点 然后一点就是1块钱 那因为 呃 比较年长者 他们搭公车是8块 就是他们的优待票是8块钱 所以他们每次BB 就扣8点 那这样呢 他们就是每一天 都可以享有两次免费搭公车的 的优待 就是因为480嘛 然后除上一天 16 30天就是一个月 一个月会给你480点 一天扣16点嘛 所以他们就是可以这样 坐公车一趟来回 是不用钱的 是政府会帮你付钱的 然后他们还有 我想一下 哦 好像他也跟我说 因为年长者很需要运动 所以政府会 这个点数不一定是只有 用在 搭公车 他在很多地方 其实都可以扣点 像是他跟我分享 在 他那时候去搭了猫空缆车 然后也是就是猫空缆车 好像搭一趟 我忘记多少钱 因为我很久没有搭了 搭一趟好像是50块 然后他们就是可以用这个50 就扣50点 然后就可以搭猫来 然后可能一样 租借U 租借U-bike 或者是一些 呃 去运动中心 都可以用这个点数扣 就是一点1块钱 这样 所以我觉得 这个政策对于老年人 真的是很好 让他们可以出去走走 可以踏出户外 可以去运动 然后可以去参观一些 呃 比如说 去游泳池啊 然后去呃 那个搭什么观光巴士啊 然后一些政府的 在户外享有的措施 我觉得给老年人可以这样 出来换换 我觉得真的很不错 我觉得这个政策真的很棒 好 虽然我还没有到这个年纪 而且还很久 但我就对于老年人 可以这样出来运动啊 然后出来 活动身心 然后跟大家聊聊天 我觉得真的很棒 好 然后她跟我分享这个禁劳卡之外 呃 这个姐姐呢 她很厉害 就是她除了在北美馆当志工之外 她还有在 之前还有在 在 在马街医院当 反正就是某间医院当志工 然后 也在外交部当志工 办理护照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 什么问题的话 都可以在 那呃 这个志工都会 这个姐姐都会 做询问 做解答的 这种志工类型 所以我觉得这几节很厉害 她在很多地方都 广 就是广为 参加志工这个服务 这个行列 但是呢 我想说 诶当志工 上周不是就跟大家讲说 当志工 我以为是 就是 无心嘛 无仇 然后 你想当 可以打发时间 或者是充斥自己的生活 就去当 然后 完全是一个 呃 自己开心的状态 她才跟我讲说 其实当志工 如果你当买到一个 时数的话 好像一年 三千个小时 反正我记得是一个 不低的时数 然后你累积完之后呢 政府还是 还是哪一个单位 会发 现在好不负责任哦 人家讲完我就忘记 但你知道我记的事情 真的太多 我只能片段跟大家分享 就是她说 当志工 当买一个时数之后 你可以 她会给你一个志工证 或荣誉志工卡 对 荣誉志工卡 然后她 这个这个卡片呢 就是有一点点像是 呃 有一点像是 可以去很多地方 参观博物馆啊 美术馆啊 然后或者是 像台南有 安平古堡 四坎楼之类的这种 都是不用钱的 就出示那个 荣誉志工卡 呃 全部都想有免费 我觉得这一点 也真的很好 因为其实我原本 对于志工的印象 就是 哦 过去 结束 过去 结束 也没有服务时数 就单纯可以 呃了解一下 可能我在北美馆当志工 北美馆的生态是怎么样 北美馆的展览是怎么样 或者是 诶 她的管理统治 可以好好在里面学习 我是抱持了这个心态进去的 所以我也没有想说 哦 她会不会给我多少配啊 多少薪资 或者是怎样 所以 我进去认识到这个姐姐 我才知道 原来累积的时数 累积到一定的程度的话 是 有这样子的福利 我觉得 嗯 真的是 其实也不是要提倡大家 去当志工 但大家如果想去的话 也可以 如果 大家真的是 诶 在下班至于 想要去美术馆 或者是想要去博物馆 好好走走的话 也可以去参与志工的行列 就像 可能跟我一样 就是想要往导览员 这个 这个 这个目标前进 所以我当了志工 所以 我觉得 在里面真的认识了非常多人 然后在 在里面 因为他们是一个group嘛 一个团体 然后有时候也可以出去 大家一起约约 他们感情都非常的好 然后都会自己出去走走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 很棒的 算是 社交活动吧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把上周想要跟大家分享完志工的话题 一并在这边 跟大家分享完毕 就只想跟大家分享敬劳卡 还荣誉志工这个东西啦 嗯 好好好 我看一下哦 诶 诶 没想到这样 跟大家聊一聊 也聊了十分钟 我们再来休息一下 我们再来休息一下好不好 再来休息一下 因为我现在想要喝口水 不是 不是口水 是想要喝一口 Water 好不好 好 来休息一下 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首歌 最近 我比较复古一点 就是最近呢 我又想起来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陈妍希的片段 然后 我就是看了一些 可能当时的预告啊 就发现了 YouTube一直开始推播我 他的什么片尾曲啊 片头曲啊 或者是胡夏那些年啊 然后陈妍希的歌曲啊 柯震东的歌曲 等等的一并推荐给我 手机这东西真的很厉害 就是搜寻引擎 真的是太棒了 好不好 那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首歌是 柯震东和陈妍希 一起合唱的歌曲 叫做 飘流瓶 是一首 我这礼拜无限循环 无限洗脑的歌曲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啦 回来啦 第三段的节目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刚刚听到的歌是 刚刚我推荐大家的歌曲是 柯震东和陈妍希的 飘流瓶嘛 那因为我也是最近一直看 就突然想起那些年的片段 那些年好像已经是 十几年前的电影了 九把道的电影嘛 然后那时候也是 红极一时 我就最近突然想到那个片段 就突然想到陈妍希和柯震东 然后我就一直搜寻嘛 所以最近我的YouTube上面 或者是各种 什么FB啊 平台啊 都是各种回放 当时的那些画面 或者是影片啊 音频音乐啊 或者是陈妍希 柯震东的 Something 全部都推荐给我了 好 我觉得网络这东西 真的是挺厉害的 就是真的是 蛮强的 像是之前不是也会有人说 好像iPhone 或者是手机都会 偷听你讲话 比如说你现在 突然说 我好想要某 比如说我很想要一个玩具 下一秒 广告全部都推播给你这个玩具 好好好 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呢 最近 最近我好像有 有被 好像算是受害者 可以说是受害者吗 对啊 算了算了 因为他推播了一些 有一点点相关 但是完全不相关的事情给我 就是呢 我最近就是在 那个 看了很多 就是 看了很多YouTuber 然后他们就是有 去整形啊 可能去丰凶等等的 我就很 就是开始 很好奇 我是不会想要去丰凶啦 但丰凶也不是一件坏事 就是 我很好奇 丰凶的价钱是怎么样 我就去查了Google 然后 我就查了丰凶的价位 大概是 位在哪一个阶段 因为我知道不便宜 但是我就想要知道 那个确切的价格 我就去查了一下资料 结果 我发现真的是 不能乱查东西耶 就是 就是从我查的那天之后 我在Google上面查 后面 大概一两个礼拜 我的FB上面 全部都是 丰凶药 然后 要么就是什么 呃 什么吃一颗药啊 就可以让你变成 E奶啊 F奶啊 什么的 G奶啊 那一种 那种广告突然推播给我耶 但其实我真的不需要 而且 我要的不是 就是我查的 根本就不是这种 要吃药 变胸部大 我是想要查 丰凶的价钱是多少 结果最近就一直被推播 这个东西 然后 因为这种广告 又拍的很性感 你知道吗 就是 上面的女model啊 就穿很少 然后突然可能 掀起衣服 那个奶就会弹出来 你知道我看了就很害羞 可是我的FB 全部划 划大概三个 正常的贴文之后 就会有一则 这样的广告 所以 我在划FB的时候 都会非常小心 看看我旁边有没有人 因为近期 真的一划 我朋友可能就会突然看到说 诶 这什么广告 你最近查了什么东西 你想要出风凶 你想要什么买 购买什么药 是不是 我说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那 虽然被这样问 也不是一件什么坏事 但你知道就是会特别 对我而言可能会比较害羞一点 但我不知道其他人的看法是怎么样 所以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 微困扰 还有我最近都很想要去买那个 就是防窥手机膜 就是玻璃膜 就是你知道 就是倾斜几度 别人就看不到 不知道这个广告到底什么时候才会 被推 就是 才会消失在我的FB 或者是消失在我的广告里面 所以 因为这件事情 我再也不敢 乱搜寻什么东西 像我之前 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 我之前可能会想要去运动啊 然后就搜寻一些课程 那一阵子我的 Google的新闻啊 就是会有一些 推播给我的新闻时事啊 都是 哦 运动 身体好啊 运动可以有什么 十大好处啊 可以减肥啊 然后还有 怎么样可以 在哪里找到CP值很高的健身房 然后私人教练怎么选 之类的 出炉 之类的 的一些贴文 一些资料 一些网站 我觉得很神奇耶 现在这个东西 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呢 发言要很小心 连搜寻也要很小心 手也不能在那边乱碰 很好 很有趣很有趣 这是刚刚突然 有感而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封凶造成的后果 搜寻封凶造成的后果 好好好 最近呢 就是有一些 脱把效应 大家知道脱把效应是什么吗 我最近刚认识到的新名词 感觉非常符合在 现代每一个人的身上 就像我刚刚 开头一开始 所遇到的情形 就是 我上一秒 想到要做什么 我这一秒就忘记了 而且我最近非常非常频繁 这个叫做 我记得叫做脱把效应啦 就是 没有在那个 安在那个把上 安在那个点上 就是我最近 也没有做什么事情 可能脑子里面 想的事情太多了 上一秒 我可能想说 哦 我要去厕所拿一个东西 然后下一秒 我已经站在厕所前面了 我就忘记 我要拿什么东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 一样的状态 你知道吗 就是 这会对我来说 是一个困扰 一个很焦躁的情况 因为 我就会一直站在厕所面前 门口 一直想说 我刚刚到底要干嘛 我要干嘛 然后我就一直想一想 然后走回去房间之后 我还在想 然后还是想不起来 然后隔天再 可能在上班 某个情境呢 就突然想到 啊 我昨天站在厕所门口 是要干嘛干嘛干嘛 但已经在微时一晚 然后 我也没有办法在上班的时候 及时回到厕所门口 然后去做这件事情 就觉得对我来说 是一件非常困扰 所以我现在呢 怎么改善 怎么改善 我现在也没有 特别改善办法 因为它好像 也 但应该也不算 一个需要治疗的症状吧 应该不是吧 但我现在的 呃 对于我自己的 对付我自己的 这个毛病 这个绝招呢 就是我想到那个当下 我就马上放下 我手边的工作 去做这件事情 我就不会忘记 或者是我马上 在记事本里面写下来 我就会比较有心安的感觉 所以我现在记事本超乱 完全没有整理 就是完全列出来 我现在最近该做什么事情啊 比如说 哦 我要拍什么影片啊 然后我要做什么 发什么文啊 然后推荐大家什么东西啊 或者是我现在要来这边录音 录Podcast 跟大家聊天 所以我真的是 马上 right now 就要把这件事情记下来 说不定等一下 我突然想到什么事情 然后马上中断录音 然后记下来 很荒谬 你知道吗 大家应该 应该 应该不是只有我这样吧 应该大家都是这样吧 对吧 对吧 我现在在找同温层 你知道吗 我发现同温层这个名词 真的很好用 就是 当你 当你觉得 别人跟你兴趣相投 然后跟你很match的时候 啊 我活在同温层里面 我是一个舒适圈 我不想要偷脱我的同温层 但没办法 这世界上就是要 很多时候 就是要让你跨出那一步 anytime 每一个时间 都要让你 面对你的事实吧 同学们 不要再困在同温层里面了 跨出你的舒适圈 去冒险吧 嗯 我在跟我自己喊话 没有在跟任何人讲 就是这样 哎 好啦 好啦 今天聊太多了 今天真的是废话太多了 我的vlog只说 我最多 不要超过十分钟 每次podcast 然后在这边跟大家聊天 在这边自言自语 就 快半个小时了 嗯 就是这样 我今天就是聊到这里 上礼拜呢 就是太吵吵结束了 我觉得对自己很过意不去 虽然是要有一个很随性的节目风格 但是我们结尾还是不能超超聊事 欢迎大家可以搜寻我的youtube频道 然后 然后 呃 佛系订阅 不用分享 嗯 我的youtube频道是 这位小姐 R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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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女神的名字 但我不是女神 的那个Rhea Rhea 好了好了 不想再多宣传了 就是这样啦 好了 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拜拜 拜拜